什么是亚轨道飞行器?中国的亚轨道飞行器有多先进?在世界范围内又是一个怎样的水平? 在发射了首座中国太空空间站的核心舱后,中国航天再次取得重大突破,亚轨道飞行器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而中国官方表示,亚轨道飞行器过于先进不便展示,这一霸气回应也是让美国一筹莫展。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什么是亚轨道飞行器。 中国的亚轨道飞行器有多先进?其在世界范围内又是一个怎样的水平存在?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什么叫做亚轨道。 亚轨道一般是指距离地面20至100千米的空中区域,这一区域很微妙,刚好处于现有飞机的最高飞行高度和卫星的最低轨道高度之间。 所以,这一空域也被称为临近空间或者是空天过渡区。 亚轨道大致包括大气平流层区域、大气中间层区域和部分电离层区域,并且这一空域既不属于航空范畴,也不属于航天范畴,属于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合法干预的空中区域。 所以,在这一空域当中的情报收集、侦察监视、通信保障以及空对地作战等有着很大的发展前景。 而亚轨道飞行就是指航天器达到太空中后轨迹相交在大气层。 同时,因为速度和地球引力的牵引,导致航天器的运动不能形成一圈完整的轨道。 这里我们举个例子就能够很形象地表示,比如一个物体从地球发射出去,即一直运动到距离地面100公里以上的轨迹。 然后又因为地球引力落回地球,这就可以近似地认为是一个亚轨道飞行。 这其中,亚轨道飞行与我们知道的轨道飞行最大的区别就是,亚轨道没办法环绕地球一周。 中学时期我们学习物理的时候都知道,如果一个物体想要环绕地球飞行,其速度就必须得达到第一宇宙速度,也就是7.9千米每秒。 这也是航天器的最小发射速度和最大运行速度。 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知道,飞行器采用亚轨道飞行,其的发射速度是达不到第一宇宙速度的。 所以飞行器没有办法环绕地球运动,而是在飞行器达到最高点时,高度就会一直下降,并且在绕回发出点之前就会落地。 所以,亚轨道飞行可以看作一个近地点附近轨道在地面以下的椭圆轨道。 这里可能大家就会产生疑问了,为什么采取亚轨道飞行? 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第一宇宙速度已经是航天器的最小发射速度了。 现如今的航天技术能让航天器达到的速度远不止7.9千米每小时。 但是我要说到的弹道导弹,大家可能就会明白了。 弹道导弹在发射后会进入大气层,然后再落回地面。 所以,采用亚轨道飞行是最合适的运动方式。 近代战争中的空战主要是在25千米以下的大气层中进行的。 无论是防空导弹还是飞机,其活动范围一般都不会超过25千米。 而临近空间也就是亚轨道,目前则是一个新概念的作战空间。 在之前,因为世界各国的航天技术还达不到这一要求,存在技术限制,所以亚轨道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但是随着航天技术的日益发展和进步,亚轨道飞行器逐渐开始被各个国家重视,并且在未来很有可能形成亚轨道空域内的对抗。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对于目前的防空系统和反导武器来说,25千米至40千米这段空间内,是一个两者都顾忌不到的防御盲区。 防空导弹可以达到距离地面30千米的目标,但一般而言,战机的作战高度都不会超过25千米,更不可能达到40千米。 而到了距离40千米以上的高度,就得使用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来防御攻击。 像之前美国在韩国部署的萨德反导系统就属于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 该系统的拦截高度为40千米至180千米,也就是大气层的高层和外大气层的底层。 并且,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在40千米空域,由于与空气剧烈摩擦受热,其红外导引头无法工作,所以必须用一个隔离罩保护导引头。 因此,在萨德反导系统在40千米空域,也只能反导不能防空。 同时,飞行器在亚轨道飞行过程中,飞行速度可以达到5至15马赫。 由于极快的飞行速度,在未来作战中可以达到先发制人和远程快速全球打击的目的。 这么一分析,25千米至40千米空域对于作战来说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和俄罗斯都在亚轨道飞行器的技术领域投入了巨大的经费支持。 这些都是亚轨道飞行器的军事方面的应用。 同时,亚轨道对于航天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 现阶段世界的航天视野中,要将东西运送到太空都采用的是运载火箭。 世界各国也在研究制造更为先进、动力更足的新型运载火箭。 但运载火箭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一架运载火箭只能进行一次飞行任务, 而运载火箭的制造费用相当昂贵。 所以每一次的火箭升空都是一个巨大的烧钱机器。 亚轨道飞行器就很好地解决了运载火箭只能单次使用的问题。 我们前面讲到了一个物体亚轨道飞行, 会因为发射速度达不到第一宇宙速度最终落回地面。 这就可以让航天飞行器在返回大气层后像飞机一样在机场着陆, 成为自由往返天地之间的运输工具。 这比运载火箭的运输费用要少得多, 并且可以重复使用。 这也为人类实现太空旅行奠定了基础, 让人类翱翔太空的理想有机会实现, 并且现如今已经有亚轨道飞行旅行的商业应用。 美国私营载人飞船宇宙飞船一号和俄罗斯计划研制的CXXI旅游飞船, 就是从事这种飞行的典型。 我们都知道, 中国的航天领域的起步比美国和俄罗斯都要晚。 关于亚轨道飞行器的气动设计, 美俄两国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试验。 但亚轨道飞行器与传统飞行器有着极大的差别, 无论是航空领域的飞机还是航天领域的航天器, 它们归根结底都只是在一种介质环境中工作, 而亚轨道飞行器则不同, 由于临近空间和大气层拥有完全不同的环境, 因此亚轨道飞行器也被称为跨介质飞行器。 这种跨介质的飞行对飞行器的气动外形和整体结构材料有着极高的要求, 甚至需要革命性的全新气动外形。 在这一方面的研究, 无论是美国和俄罗斯都还在漫长的摸索过程中, 这就给了中国迎头赶上的机会。 在多年来, 亚轨道飞行器技术领域的不断深耕和探索, 加之后发优势, 让中国重新与美、俄在亚轨道飞行器技术领域站在了同一起跑线, 甚至中国还有着超越美国之势。 在亚轨道飞行器中衍生出来的空天飞机就是一个具有广泛应用的飞行器, 就像我们前天提到的, 从军事角度来讲, 空天轰炸机可以具备非常强的突防能力, 同时机动性能突出, 具备快速反应能力, 在作战中可以实现快速火力到达, 大有超越现有的战略轰炸机隐身战斗机的性能, 并且使用门槛很低。 像国之重器核武器, 这种武器在常规战争中是无法使用的, 一旦使用就有引发核战争的危险, 而空天轰炸机可以作为一种战术武器, 同时又具备强大的威力, 目前伊亚轨道飞行还处于一个不断探索的阶段, 中国也在此领域有着显著的成功, 相信在未来中国还将有着更大的突破。